大家好,我是喜爱美食猫 今天咱们吃五花肉不要切的太厚 配上溜辣子这个味道才够 米饭今天得蒸够 这个辣的吃的绝对通透 五花肉凉水下锅 姜片料酒去腥 加一把花椒增香 开大火烧着 大火烧开打去浮沫 然后开工火煮15分钟 时间到关火 把肉捞出来 我们今天做的是干扁五花肉 这个怎么下刀还有点难受 切吧,不要太薄也不要太厚 因为咱们要给它一个干扁的空间 如果怕肥的人可以中间给它剁开 这样心理压力会小一点 咱们把这个溜辣子也一切 这样斜刀切长一点 起锅倒一点 倒多了,一点点油,润锅 下肉开始干扁 下肉开始干扁 煸出来很多油,先倒出来一部分 然后咱们继续煸 最终就煎成这种焦黄状态就可以了 把多余的油全部倒掉 下姜蒜 加盐 加生抽 下溜辣子 来一点蚝油 白糖提鲜 来炒一个蒜苔 炒一个青椒 最后一个西红柿鸡蛋 开点 开点 嗯 没 够辣够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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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那好吃 牛腊脆 肉太短,辣的少 还吃不出来辣味 我刚才用多太短,吃着辣 辣子卖少了 冬天我也要把它瘦 把油就瘦了,加磨 那天在我吃肺盆都做了 这个话都没有意思比较 还好看 这个好吃 嗯,刚才看见了 这个肺盆 这叫啥 菠萝米 西芒子是挺像鬼吧 啊,西芒丝贵嘛 十五哥,五六哥是十几块钱 就是一哥嘛 一哥是多少钱? 不钱 南瓜吃 吃慢点,包刀鸡 包刀鸡慢慢吃 好吃不? 你还像专业呢? 像不? 像不? 啊,回来了 太奇怪了啊 哈哈